賴清德這一次 在這個TIME雜誌裡面 他是說明了兩個這個 兩個地方是互不隸屬的一個關係 那其實他也在某種程度上 是遞出橄欖枝 共同承擔區域和平責任 長也習近平的生意了 對不對 生日嘛 習近平希望他保持健康的 這個等於說精神狀況 你知道嗎 就不要胡作惑惑 也不要去搞一些亂七八糟的事 好好把中國給治理好 經濟這麼差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那麼但是問題來了 最近中國 我覺得中國最近 包括他的國台辦也好 還有外交部也好 國防部也好 他們陷入一個集體CSD的症候群 為什麼呢 因為美軍的印太司令 帕帕羅上將 他講了一個他們最怕的東西 他說如果中國無力犯台的話 美軍會用地獄景象來對付 各位想像什麼叫地獄景象 煉獄嘛 他們講地獄是指煉獄 都會嘛對不對 成千上萬台無人機 對不對 天空的無人機 然後海上的無人艦 海灣海峽下面的無人潛艇 那一起 比如說解放軍他要一定是船 好幾千艘一直運過來 就像洛曼帝登陸這樣子 然後過來的過程當中 我問你 以前你說的是飛彈 現在如果是都無人機 有沒有 天上來 包括這個無人潛艇 跟無人艦的過來 中共是要怎麼預防 他的飛彈防禦系統 要怎麼發揮他的功效 沒有辦法 為什麼 太多 量太大 也太多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正在準備這種做 我們就在這幾天 事實上我們的海軍 天購了大概有850架的 相關的微型的這個無人機 然後除此之外 全部大概是今年到明年 會完成的是 3200多架的無人機 包括陸海控山軍 大家大型的小型的 大型的包括 那麼這個騰雲二型的 這個無人機 瑞雲二型的無人機 這兩種我特別拿起來講的原因 就是因為以前都是用偵察用 現在包括火箭 2.75寸的火箭跟飛彈 飛彈才是重點 他們已經可以攜帶 2到4枚的飛彈 台灣也有這個能力 我們除了這個等於說 進翔無人機 是攻擊自殺無人機之外 我們現在大型無人機 都有攜帶 飛彈跟火箭的這個能力 所以越來越多的無人機 在烏克蘭戰場可以看得到 即便像俄羅斯這樣 你強對吧 他去堂的無人機也是一樣 烏克蘭大量的運用 歐美其他的無人機 俄羅斯也打得這樣 大顆光 水顆光 所以他講的沒有錯 所以中共的專家說 很生氣說 這是赤裸裸的恐嚇 表示有用 要不然你不希望生氣 你知道嗎 他如果清明帶寫說 這沒效 對我們來講都沒效 那就沒用了 除了之外 緬甸的軍方政府軍 事實上也仰賴 以前跟反抗軍武 打來打去都打不贏 最近他們後來發現 因為所謂的反抗軍 都是用大量的無人機 都用大量無人機 然後讓你走之右處 現在政府開始採用無人機 就是你會用無人機 我也會用無人機 那麼除此之外 逃亡到海外的紅三代曝露了一個東西 我相信他講的是真的 為什麼 他說共軍的實力80%的士兵 實際打過的子彈小於30發 打過炮彈也只有120發 那麼但是貪腐才是最重要 為什麼中國的貪腐 他們子彈明明就只有打幾十發而已 但是子彈就一批一批的弄掉 一批一批的銷毀 當然也跟他們貪腐有關係 其實不只子彈炮彈 甚至於包括他們的飛彈 可能都有貪腐的問題 那麼中國籍的軟性男子 他直接 他當過中共的相關海軍的少校艦長 那麼他直接駕駛這9公尺長的快艇 衝到淡水河口來 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是 他講的什麼投奔自由 無關事情 中共破壞投奔自由 我跟妳講為什麼 因為他把他的航行軌跡給刪除掉 我問你你要投奔自由 你幹嘛去把它刪除掉 他從哪裡來 他是真的從福建直接漁船 這樣子漁港航區直路過來 還是有什麼載具 把他放下來 他不想讓你知道 我相信某種程度上面透過情報 我們還是有辦法分析 但是海巡署這次嚴重的錯誤對不對 看到了卻沒有在第一時間 立刻派出小艇 還是派出人車去把他攔下來 這是海巡應該負的責任 所以十個人包括少將乙將 包括雷達操作手 全部都寄聲介 寄這個小過是應該的 那麼中國最近我們有一個網紅 他直接講說 那麼中國有派出相關的單位 邀請郭玉孫邀請台灣的網紅 雞加酒免費還有給錢 來拍拍影片了以後 那麼就跟你 你不需要去講政治的東西 但是你就故意把它美化 美化他的這個 我告訴各位 從來都沒有從來都沒有減少過 也沒有放棄過 只是現在對象改變而已 我都接受過邀請 一個月 你在台灣通告費是多少 五倍 然後甚至我告訴各位 還有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對不對 那個等於說名嘴 直接跟你直接 他去打高爾夫就在廈門 直接跟他講 來主持節目 禮拜天一天全部錄完 你知道嗎 也是一樣五倍 就是你人民幣算五倍就對了 所以我告訴各位 他們是五孔不錄的 從最高層的到最底層的 他們是就跟共諜的 這個等於說滲透一樣 是五孔不錄的 當然有些我們不是在獵巫說 你去那邊就一定是這樣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台灣人也可以到那邊去旅遊 幹嘛 但是有沒有拿錢 有沒有在說對方的好話 去把對方塑造成是一個民主自由 言論自由沒有限制 大家那麼千萬小心 不要只相信這個網紅所講的 而要去看看他為什麼這樣講 這樣做有沒有拿人家的錢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在認知戰的部分 其實中國著力很多了 但是一次又一次 連續三次的選舉 會讓中國覺得說他的認知戰 為什麼始終沒有達到目的 到底怎麼回事 那麼現在呢 連中國國民黨跟他那麼友好的政黨 雖然人數多一點 投票的票數多一點 但是這個政黨的滿意度 現在跟民眾黨有得拼 第一呢 這個不滿意度 是創出了50%以上 滿意度都只有30%左右 到底國民黨是自己本身奇葩出太多了 還是說套軍黃國昌講的 因為民眾黨就很愛造謠老師說謊 所以他們兩黨的支持度變那麼低 都是被民進黨造謠害的 不過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比如說亞太他們做的這個民調來講 因為他是針對立委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更傷 就是說你對政黨的部分 這是一件事 但是我是針對你立委 而且他是在國會改革這個這個法案 過了之後所做的這個民調 那你說國民黨跟這個民眾黨 我覺得就兄弟之間 因為民眾黨說最低三十一 那個三十一點三 國民黨高一點三十一點八 你跟他說這裡面有什麼差別 但是不滿意度的部分 我覺得國民黨他雖然在民調裡面 做起來是五十七點六 看起來是比較高的 民眾少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是因為國民黨 輸大招風 因為國民黨一直在 就包含這個案子 看起來是國民黨主推 民眾黨幫忙推 那所以如果對民眾來講 當然第一個會覺得說仇恨值高 一定是針對這個所謂的 國民黨的本身 但如果你拉立委個人的仇恨值 來算的話 如果有民調要去做這種仇恨值的話 我不認為民眾黨會低到哪裡去 特別講就是黃國昌 因為對國民黨來講 就像那一天這個在立法院裡面 弄成這樣 那黃國昌也開直播 你知道國民黨立委就講說 給我講 給我講 為什麼 大家罵都罵黃國昌 怎麼罵 怎麼罵 連台灣都罵黃國昌 一大堆人就會這樣 我們去現場 你看得很清楚 一大堆人點名裡面 就是再怎麼樣罵黃國昌 黃國昌也願意分擔這個炮火 但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是一個各自盤算 可以互相利用 其實很多人對民眾黨 這次的表現 之所以不能理解的原因 你知道真正在哪裡嗎 他現在選擇跟國民黨合作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說 互相利用 為什麼黃國昌 現在開口閉口都談選舉 我認為這是他們的策略 不是只有黃國昌自己 柯文哲的民眾黨 經過上次跟國民黨合作之後 知道一件事情 沒有合作的空間 哪有什麼兩個人坐下來好好談的 不可能的 黃國昌在廁所問的那一句說 能不能接受比民調 那句話是誰的 誰的誰的那個 那個邏輯順序 柯文哲的 黃國昌幹嘛跟你比民調 他不需要跟你比民調 但是他們其實從上一次之後 知道了一件事 只要民眾黨不退 國民黨一定輸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他要換 我的意思說 你現在看他現在所有把態勢拉到很緊 拉到很高 其實他根本不在乎國民黨派誰 說真的比民調輸又怎樣 就我民眾黨今天黃國昌 好結果黃國昌要選新北好了 你不管國民黨派誰 我民眾黨輸又怎樣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我發現鍾小平已經著了民眾黨的到了 鍾小平剛剛就鬆口說 黃國昌呢 我們新北不可能讓黃國昌 但是我們其他地方可以讓 是啊 新竹線可以讓 這樣民眾黨就混到一個縣市了 就是你現在回來看 我剛剛講嘛 為什麼柯文哲黃國昌跟黃珊珊 三個人是最不可能跟國民黨低頭的 但這一次卻選擇用這樣 你外界怎麼罵他都無所 因為很簡單 兩年後 你現在也沒有生兩年 一年半了嘛 所以現在國民黨可能加一讓 張旗凱 新竹讓黃國昌 可以談啊 可以談啊 只要你們把新北清乾淨 留給我們國民黨 可以談啊 為什麼不能談 而且你不要以為只有兩年後選舉 你如果今天要佈局 不好意思 可能接下來 再三個月你就要開始處理 不然的話 誰要開始跑 你要做地方縣市首長選舉 你真的是選前才開始動 沒有的啦 所以他現在把態勢拉到最緊 反正你怎麼罵都無所謂 因為他現在國民眾黨的盤算 是這樣 好 你們覺得在國會改革 大家分散炮火 那就會分散 可是如果今天你國民黨在過去那個方式 你不跟我談 OK 沒關係 我所有就跟你講說 我就是要去選 你看民眾黨 這是很特別 民眾黨是把想選的縣市先講 所以大家都不會說 你覺得你贏選舉 剛選舉立委 你就開始要大家在選舉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到 他們幾個都把地點講得很清楚 因為民進黨不可能跟民眾黨合作的 那現在就看你國民黨 你要不要保有你現在縣市首長席次的優勢 這是民眾黨現在的盤算 所以黃國昌甘於扮演這個角色 那我講 所以他現在是抱著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心情 在幫民眾黨極大化 對 他們再來想 是入地獄還是上天堂都還不一定 你今天黃國昌只有兩年的 兩年的立委任期 他接下來要去走 這個縣市首長這一段 那你覺得柯文哲會完全就是放生他嗎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考驗的 其實是國民黨本身 因為我跟你講民眾黨 已經把縣市都講得很白了 哪幾個 比如說剛剛講嘉義 黃國昌你記不記得他之前 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不是只有新北 好多地方 新竹 全台灣都烈遊樂場 桃園 國民黨你在跟他們協商 你還是一個大黨嗎 所以現在難題丟到國民黨身上 小平都抓頭髮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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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是有很多人在一起 桃園是有很多人 但是黃國昌當時有沒有講說 全台灣很多地方都找他去選 你覺得他為什麼要這樣說 很多地方找他去選 真的啊 都有人跟他接觸 他講這種話 那就一個人選很多地方就好了 好主意 東東讓給你就好了 所以這就回到的是國民黨覺得哪一些席次 你可以讓嗎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新竹經驗 因為有一個新竹的高鴻安經驗 對民眾黨來講 這不是一件壞事